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级的税源主要就是房地产税 而主要用途是维护市政级别的基本需要 比如我们加拿大冬天铲雪 夏天公共地方减草等等 都是市政负责的开销 所以年年收房地产税并非不合理 当然现在左派政客扩大政府权力 滥用税收是应该反对的 美国这方面可能比加拿大还严重 据我所知美国每年交的房地产税的比例 比加拿大高不少 没有错 很多这些地产税 是拿来做公共的建设跟公共维护的 那各位要知道就是 公共建设还有公共维护 通常都是非常浪费钱的 通常他们都不会用最好的价钱 不会去比较各方面的 如果各位有跟政府申请过拨款各方面 你就会知道就是上面东西全都是假的 真的全部都是假的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做过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是负责要跟政府请款 因为要一个帮助台湾的商业 去国外的一个计划还是怎样 然后是要帮助那种比较小的公司 那间公司是一个大公司 只有大公司才会有机会 去跟政府去做这些事情 那些官员各方面的 我一上去我就看到那个官员 就是之前已经来找过我们老板了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政府做事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样子的事情呢 因为我知道私人企业做事 是会比政府用心 而且减少开支非常非常多的 美国最北边的一个铁路 它就是一个私人企业去建造的 我们这边所有美国的铁路 只要是公共的铁路建造商 什么Union Station这些东西 全部都会有非常大的贪污案 然后全部都是一家换了一家 再换一家 铁路永远修不好 永远都盖不好 但是只有私人企业 他们就会把铁路好好的盖好 然后从这个州一直开到这个州 只是为了这两个州的产品可以互相流通而已 私人企业才会在乎到这些 公共的企业全部都不会在乎到 他花多少钱 因为不是他们的钱 他们只会在乎有多少的人会给我贿赂 有多少的人会把钱放在我的口袋里 所以说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应该要私有化 安全你应该要私有化 不然我们要宪法第二修正案干什么 你这些公园这些东西 你们就是应该城市 你应该要找人把这些东西弄好 这是你当市长的一个职责 我是觉得说房地产税 就是我们看房地产税 它其实交的这个钱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是大笔的营收进入到了市政府 对吧 包括有人发给我一个article来看 就告诉我说 其实房地产税 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是合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进到这个public school 这个公地学校里面 然后进到我们城市的这个fire department 消防员 这个火警那个地方 还有警察的这个地方等等等等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来 就是说这个钱是我的钱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 你要我拿出这一部分钱来 是为了公共的建设和安全 OK我们可以讨论 对吧 我们可以谈 我也住在这个community里面 我也希望我的community很好 但是问题解决这个方式 是不是你强迫我 让我一定要把这个钱交给政府 如果我不交 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 我的房子会被政府没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政府拿了我的钱 他真的会去好好的使用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大家得出的结论 应该都是不会啊 政府不会好好使用我们的钱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不管哪个国家的政府啦 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 比如说你说 为什么这个唐义会包给某一个公司等等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认识的嘛 你如果说一个小公司 你让他去净这个标 他净得到吗 如果他上面真的没有人 如果他跟这些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你觉得他净得到吗 真的不会了 所以你看你把这个钱 对吧 就是强迫你交房地产税 然后拿来的这个钱 他说可以送给这个警察局 警察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可是如果你要看警察真的有在保护人的安全吗 或者是警察在保护你的安全的这个事情上面 他做的有私人保镖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左派的这些政客 他们会去雇私人的保镖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不去警察局叫两个警察呀 因为私人保镖他拿活 我从你这对吧 你花钱雇我 我从你这拿钱 你是我的雇主 所以我要直接对你的负责 我好好干活 你以后还会经常雇我 对不对 但是呢 警察你可以看到 警察就是你知道人的这个人性 还有罪性就是在这里 这个对他们来讲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它只是一个铁饭碗的概念 就是我今天就是去这上班 然后他们的想法也是 这是我的工作 我没有必要为了我的工作付出生命 或者我没有必要为了我不认识的人 去付出任何任何任何 因为人都是人嘛 虽然他们做的职业是很光荣 但是你没有办法要求说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超级 无敌百分之百 正义正直 然后他为了完全不认识的人 他可以献出他的生命 他可以怎么怎么样 不会啦 没有这种事情 以前所有美国的城市运作模式 就是城市他会雇他们的警察 城市有多少经费 然后他们会去把这些警察召集过来 然后这些警察是大家都认识的 你看以前那个电视节目 Hey Sheriff Hey Policeman 他们是彼此认识的 他们是彼此知道的 那个人有没有贪污 那个人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这个警察是可以去抓 可以去 然后警察会更在乎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也会在乎警察的安危 看到警察也会有固定的这个 一定的一个尊敬 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况下 看看加州警察在乎你吗 警察他有在乎你的家庭安全吗 他有在乎你社区安全吗 他有做任何事情吗 他看到你家前面有流浪汉 他会过来跟你说 呀我可以叫他赶走 但是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看到你家被抢 他会过来记个笔录 然后就说 呀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有家里有被闯空门的人 就会知道这一点 警察什么都不会做 然后我再说一次 政府应该要跟民间企业竞争 这个样子他们才会 好好的使用我们的纳税金 我打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二战的时候 美军他们现在不是 跟大家收一堆税 然后拿去做盖什么航空母舰 然后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你如果不交你的房地税的话 他们就抄你家 以前不是的 以前他们如果要收集战争资金的话 他们是要每一个城市 派将军派战争的英雄过去 跟大家办一个集会 请大家捐钱 你们美国人 你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们需要人 我们需要钱 请你过来帮我们 请美国过来帮我们 请美国的人民过来帮我们 这个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当他们的钱 是靠他们自己赚来的时候 他们才会对这个钱负责 当他们的钱觉得是 你是应该的 如果你不交这些税的话 我就过来把你的房子拿走 车子拿走 把你一生全部毁掉了 他们如果有这个样子的权利的时候 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表示我们不是一个财产是私有化的一个国家 表示我们是奴隶 我们一切是属于政府的 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活在我们现代的人 几乎没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因为我们大概从二战开始就一直当奴隶 一直当到现在 我们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以为政府是我们的救星 我们以为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以为我们把我们的教育交给政府之后 他们就会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小孩 现在我们的教育呢 我们的治安呢 我们的国防呢 我们的边境呢 哪一样是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去雇这么没有用的员工 各位如果是当老板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各位 真正好好的去想 什么叫做政府给你的福利 什么叫做政府给你的服务 我们要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一定要政府的服务 我们才可以过活吗 我们应该要变得刚强 还是我们应该要完全的服从政府 所以我觉得呢 年年收房地产税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 都doesn't make any sense 你就比如说现在洛杉矶一直往东盖房子 那往东盖房子 洛杉矶就是加州嘛 整个就是房子就特别贵 一般住在外州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痛苦 一般在什么中部的地方 你花30万都买一个特别好的不得了的大房子了 但是你在加州的话 100万差不多吧 你可以买个差不多的房子 那所以呢 有的人一年的地产税要交一万五 现在尤其是新房越来越多了 要交一万五千块钱 我想请问你一个household 你就收一万五千块钱 一年强制 交不出来就扫地出门 请问你拿我这一万五千块钱都干嘛去了 你跟我说建设公共安全 请你把每一个都列出 不会了 没有办法了 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这个房地产税根本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你像美国原来也没有房地产税嘛 没有房产税的时候 美国是怎么运作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任何的public service吗 我相信不是的 那如果没有房产税的时候 地球就不转了吗 大家过得都不好吗 一定要政府强制把这笔钱收走 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好吗 绝对不是 现在的生活 我敢给你保证只会比以前的更糟 没有比以前的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讲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一码归一码 需要分开来说 第一点呢 是说赠予税或者是遗产税 本身是否应该存在 如果不该收 那就直接把这个税的明目彻底废除就行了 第二点呢 他说 但如果这个税本身需要存在 那么按照房产的市价估值 外加一个100万美元的免税额 个人认为无可厚非 各位可以在下面留言 请问赠予税或遗产税 是不是应该要存在 我的观点是 不应该存在 因为你付任何钱的情况下 你都应该要得到相同的服务 或者是产品 请问你把你的钱给你的小孩 你把你的房子给你的小孩 政府在中间做了什么 不是就是你为什么要给政府钱吗 对 就比如说你是我爸的话 你就说爸爸要回天家了 对不对 我那个拼死拼活 我留下一个房子给你 这个房子就给我了 为啥我要给政府钱 请问政府在我工作的时候 他有对我有什么帮助吗 是给你买donuts了 对啊 给你送红牛了 请问我大学的学费是政府付的吗 请问我要homeschool我的小孩 我不要这样子的服务 为什么我需要把这样子的钱给政府 这是大家可以想的 你付这么多税 请问你得到了什么 刚刚你说的 为什么地产税这东西每一年都要付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付了税了 这就是我们该付的 就是买房的时候 对 销售税 然后呢 地价税 还有这个东西都已经给出去了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付 我们这些税是已经付过的税 你不是每一年都买一次这个房子 那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付 请问在那个地方是地下水 是政府派人去那边灌进去的吗 请问那个土地施肥是政府去施的吗 请问这些什么电线杠还有这些什么 是政府去弄的吗 为什么每一年要给地价税 然后既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非常平常 非常应该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应该要自己非常的清楚 你要的是服务还是自由 你要的是奴役还是...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但是美国为什么会越来越像一个共产国家 就是因为人选择方便 人选择不要自治 人选择我不要创造一个community 互相帮忙 而是希望政府帮我来压迫其他人 所以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了解的 对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那个不要大政府嘛 对不对我们要小政府 可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 你只要给政府多一点的钱 政府就会扩大 就比如说你像公司好了 或者是什么事工好了 你像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它营收多了 它事就多了 它就是要雇更多的人来 那你这样的话政府就大了 如果政府没有这个地产税之前 它规模小 为什么 它没钱呢 它怎么扩大 它怎么去搞一堆有的没的的那些部门 对不对 那些完全不需要 然后在那白吃饭 然后每天就浪费你的钱 然后每天在那边什么洗脑小孩 LGBTQ 这些东西都怎么过来的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资金 他怎么会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站在一个立场 就是大家抛去什么公平不公平 就是不要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说 因为我认为这样是对的 所以你应该多交钱 我觉得这个是doesn't make any sense 就是不要你认为他应该多交钱 所以你就支持政府用他的力量 可以去剥削这个人拥有的财产 或者是什么就是政府加税 这个事情就不应该 反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想的 就是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办法 少上税 从这方面来缩紧给政府的钱 然后你让政府可以cut掉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就慢慢的把政府给缩小 有可能这个事情是永远都办不到 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mindset 在里面 就是不管你认为 这个人是你的敌人 那个人我不同意 那个人我讨厌他 但是最后的benefit都不应该是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 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不要再送钱给政府 然后也不要同意送钱给政府的这种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 这个有个朋友 他不是基督徒 然后他对这个事呢 他感觉很难以理解 他是这么说 他说虽然在这次争端中支持以色列 但作为非基督徒 听到说以色列人是神拣选之人 真的很刺耳 难道他们高人一等吗 建议要拉中间选民 还是不要说一个民族是神拣选之人 这种话 真的让人生气 人生而平等 以色列人做的肮脏的事也很多 信仰难道是教条主义吗 事实就是 以色列就是神拣选的 但是拣选干嘛 给我要想清楚 你想想看 以色列发生的事情 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 全部在每个国家都有发生过 拜偶像啊 奸淫啊 然后什么九十肉灵啊 这些东西 中国的历史上面 也都是充满这个样子的一个故事 不一样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被拣选出来 他们的所有的丑陋 所有的肮脏 各方面 全部是被记录下来的 神用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榜样 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这个样子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他们被拣选的 他们的确是被拣选的 然后他们被拣选出来做什么 然后他们在这么的一个被神管教了之后 他们还可以亲自的把圣经写下来 把自己的错误写下来 然后攻出于世 你想想看 他们没有把大卫 讲成一个完美的一个王 就是他什么错误他都不会犯 简单说就是他们的确是被拣选的人 然后他们高人一等吗 没有 整本圣经就在跟我们讲说 他们是被拣选的 他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他们也在挣扎当中 所以你也可以做得到 他们可以做得到 你也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们是要依靠耶稣来去战胜我们的欲望 以色列人是神拣选之人 这个事就一个不需要因为一个事实生气 就好像这是一个杯子 我好气啊 凭什么管他叫杯子 为什么他是杯子 为什么不叫他床 那生气也没有用啊 所有人都管他叫杯子 对吧 那你说以色列是神拣选之人 其实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 不知道这个事的 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就华人不太知道 老外的话基本上都知道 就是说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 基本上这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只不过好像华人世界 对这种事特别陌生 因为华人基本上没接触过圣经 很多你像看我们节目 大家是可以上外网 对吧 你是上了外网 你才听到说 有基督教这种东西吗 或者是来了美国之后 你才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除了华人之外的其他民族 大概都知道圣经里面说 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 所以因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是因为你刚刚知道 或者是什么 所以不用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生气 所以你说要拉中间选民 就不要说一个民族是神选之人 这个事就是基本华人群体不知道吧 老外都知道啊 你说老外的中间选民 左派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秘密了 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晚才知道的讯息 华人对这方面比较迟钝而已 我们不是在崇拜以色列 或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他们是神拣选之人 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拣选出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不是说拣选了之后 就表示他们是爱情节有礼貌 人人见得都喜爱 以色列人做的肮脏的事也很多 对啊 我们做的肮脏事也很多呀 你如果看自己的话 你真的去看自己的话 你会觉得说 自己是一个真的不怎么样的人 如果就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啦 你真的自己去看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 所以呢 这个看了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的 你也不要生气哈 因为你也是被神拣选的 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在这里 你只要伸手抓住 你就是被神拣选的哈 那你当听到这样一个信息 你听到很多基督徒在做的事情 你听到很多人不断地向你传福音 其实就是在向你透露一个 你是被拣选的这样一个信息 所以你要不要被神拣选 你可以不用生以色列人的气 你可以说我也是被神拣选的 因为神真的拣选了你 所以赶快抓紧时间 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哈 好那下面一个留言哈 几个留言吧 这个是在我们两个去见证分享的 那一个视频下面的留言哈 那我看完这个留言我也得到很多鼓励 大家都觉得说 哎我们的这个见证很感人很激励哈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的状况 其实会让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担忧 就是尽管我没有在生活中认识你 但是我看到你可以在网上面 把你自己心里面的这种 或者是你曾经的经历这样讲出来 让我感觉心里非常的担忧 也非常难过哈 就是有个朋友他写的非常非常长 他讲到说他以前也是在这个基督教的 这种地方服侍啊 在那种地方上班哈 但是呢后面他写到 他说他如今不再是一名基督徒了 为什么他不再是基督徒了呢 因为他认为他或许不是 神所拣选的圣徒 他身上有许多年都没有办法悔改过来的罪和软弱 心中有骄傲有自夸 而且他后面讲到很多 就是因为他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苦难 没有办法理解了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然后他觉得这些苦难实在是 太超过了 然后让他感觉 信心被打击 其实说实话 这些东西 我都很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 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如果一直把眼睛定睛在苦难上面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确发生太多太残忍的事情 你不管是看到战争里面很多 很小的小孩 对吧 以色列四十个婴儿 被哈马斯砍头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 比如说你看到街边的流浪汉了 你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去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你等等 你会看到太多太多苦难 包括这个朋友很喜欢动物 他会很喜欢小狗 你看到很多动物 流浪的动物 去遭受很多 你会觉得心里受不了 是啊 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苦难 但是 我觉得他的重点放得很有问题 因为他这边讲说 这样一来 如果有一个人比他的灵社更有钱富足 表示他并不完全爱他的灵社 当然财富表现只是一个层面 还有许多层面 例如陪伴 时间 关系建立 上面写 如果说每个人都活出真理的爱 这个世界会是平等的 大家会是同样的富裕 要么全部人住大房开大车 要么全部彼此为了牺牲 为爱而牺牲 全部住小房开小车 你要的是一个共产主义 然后你要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世界 你要的是一个毛泽东 然后想象出来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世界 Life is not fair 世界不公平 这是事实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期待说 世界应该要为了我们变成公平 我天生长得就没有Coby Bryant高 但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金钱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生活 生活为什么好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挣扎 就像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挣扎 在神的试炼当中挣扎一样 像耶稣背十字架 十字架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扛着我们的十字架继续往前走 当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变得很有钱 为了物质的这个生活而去努力的时候 当我们是为了道德 当我们是为了价值观 当我们是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而活的时候 我们会活的不一样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现在会慢慢看到很多人会放弃信仰 这个对我来讲是 我以前不太会觉得发生的事情 就是好像说你在生活中 就对于我来讲了 我过去的经历 我觉得我在人生中已经够苦了 我好不容易信了主 我觉得好开心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最宝贵的事情 而且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把耶稣介绍给所有的人 然后不光是我的家人 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 我都想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接受耶稣 你将来你的灵魂面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管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 我都不希望看到他们会面临那样的情况 我都真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受洗 每个人都真的变成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我觉得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再去放弃信仰 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选择 不管你对世界怎么样的失望 你都不应该把这个气撒在神的身上 很多时候世界上是有罪恶 这跟神没有关系了 而且不是共产主义就可以没有罪恶了 对然后也不是说全部人住大房 开大车每个人就是开心的 或者是大家就全部都一样 就比如说Ethan有一件T恤 我也得必须有一件T恤 就好像家里的姐姐妹妹 就是你有什么我就必须有什么 你达到这种东西上所谓的公平 并不能够让你开心 你的罪还是在 你的老我还是在 那些所有捆绑你的东西还是在 一个人真正要得自由 并不是说他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他到底要有多少东西 我的东西必须要跟我临舍的一模一样 他才能够得到自由 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在信主的时候给神做了很多的见证 我们之前认识 也不是我们个人认识了 但是就在洛杉矶这一面 在加州吧 其实有一个女生 那他原来到处教会去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个同性恋 后来他信主了之后 神医治了他 他就变成了不是同性恋 然后他就要跟一个男的要结婚了 就是后来不知道遭受了什么打击 他就他本来教会都邀请他去演讲的 他还出书 好像还给大家讲说 你看这个耶稣在我身上行了神迹奇事 我现在已经正常了 我好了 我可以跟男人结婚了 怎么怎么样 结果不知道后来受了什么打击 那婚也没结成 结果你知道到现在 他完全放弃信仰 然后他变成了一个什么人 他不光变成了一个同性恋 而且他变成了一个变性人 一个女的 他变成了一个变性人 他自己做手术 把他自己的胸部全部都切掉 然后他现在开始到处的去 攻击基督信仰 他现在开始说 我信主的那几年 是我认识中最糟糕的几年 我当时做了最错误的选择 在那几年里面 他现在跑到什么 那种地下酒吧 还是那种stand up comedy 就那种什么脱口秀那种地方 到处去讲黄段子 然后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到处去讲黄段子 然后站在台上跟大家讲说 我的什么什么sex life 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跟我的老婆是什么什么 你会看到 世界是想要把你往那边拉扯的 一定是这个样子 你不管是信主 还是没信主的基督徒 哪怕是你信主了之后 你更会变成撒旦的目标 那当我们了解到 属灵的征战的 这一个层面的时候 你不管你的感觉有多坏 不管你觉得 你有多么坚持不下去了 这都不应该成为 我们放弃信仰的一个原因 你说我有没有觉得 艰难的时候 我当然也有啊 你也有吧 我每个月都艰难 非常艰难啊 就在我做事工的时候 我的心情也会起伏 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敏感的人 就是我在形态上面 你就比较迟钝一点嘛 但是我就稍微比较敏感 是吧 对 我有没有觉得到 就是我都干不下去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也是有啊 可是这种时候 我 你首先这个时候想的 就不应该是放弃信仰的 我觉得是这样 那还有我看到 有朋友讲说 哎呀 说这个很感人啊 看到神带领你们的事工啊 想到我以前心主的火热 但我现在已经被社会 浇息了火热 目前没有在实体教会聚会 哎呀 我真的建议 回到实体教会聚会 很多现在朋友觉得说 哎呀 教会不好啊 说那个教会里 要不然就是那个 有人得罪我了 我跟人处不来了 要不然就感觉说 哎呀 那个教会里面 很多东西不让讲 对不对 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政治正确 怎么怎么样 就是各种各样 对教会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教会只讲圣经 其他什么也不干 跟这个现实 我们做这些社会活动 什么也联系不上 不教导价值观 不教导世界观 这都没有关系 刚强的你 才能建造刚强的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 人人人人人 人杖建造起来的 你说教会的领袖 有没有缺陷 当然有缺陷了 对不对 很多人我都甚至觉得 他们不应该被暗慕 可是他们现在 就是在做牧者 他们就是在牧养教会 那如果说你要是 因为对人的失望 所以你拒绝 去实体聚会的话 这是一个不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神说 墓西的时候快到了嘛 那你们要互相勉励 互相激励 不可停止聚会 神说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你不管 你从人那里 受到了多少伤害 你不管说 你觉得这个人 这样那样 然后教会这样那样 你就换一个 让你感觉到 稍微舒服一点的地方 哪怕他没有在讲 什么世界观 价值观 只要他在真理方面 讲的是OK的了 我觉得你都可以 学到东西 哪怕他真的 讲到是 在讲一些圣经啊 或者是你觉得 他80%都是废话 或许你去一次 哪怕有一句话 或者有一个词 或者你跟某一个人的交通 那天让你带来 更多灵命上的成长 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 那我想讲就是 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 要给你的这个东西 因为他想说 大家住大房 开大车 这些东西 这东西不会让你得到快乐 你在电视上看到了 自杀的人 然后呢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什么明星 大老板 然后他们跳楼自杀 穷人 像我们这个样子 这样 苟且偷生 也没有苟且偷生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活下去 我们怎么样都要看到明天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一天一天的过 我们穷苦 我们都一定要奋斗下去 我们有一个 清楚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变得有意义 但我们的目标是 住大房 开大车 然后呢 所有的人均富的时候 那样子只会让 所有的人 都没有目标 所有的人都一起变穷 所有的人都被控制 在政府的下面 所以 我们活着 是要有目标的 要有命定的 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 做给我们看的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回应神的呼召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会让你快乐 这个才会让你 每一天活的 都很新鲜 你要去改变身边 你教会那些 你觉得腐败的人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call 我们要做给我们身边的 基督徒的朋友看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做给世界看 要分别为神 好 那下一个这个留言 有个朋友 他问了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 问这个问题 还是让我同一次听说 我觉得蛮好笑 他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 是Christian supremacy 还随便问问 这个词啊 我上一次听到 还是从左派的嘴里听到的 那你说这个 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是 我们当然不觉得自己是 how 而且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词 到底想说什么 这不是左派指控 保守派的词吗 是 所以它是左派吗 我不觉得 因为他头像是川普 Christian supremacy 你觉得不是 为什么你觉得不是 不是这到底是什么 是就是我 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问我说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是不是觉得很骄傲 就是 我好开心 我是一个基督徒吗 是啊 对 对我来讲 是这个 对啊 因为我不太知道 它这个词具体 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我作为基督徒 我觉得很开心吗 是啊 我觉得 你也应该 你应该很开心 这个国家里面 有很多基督徒 你也应该很开心 你现在享受的 这些成果 都是基督徒做出来的 你在享受着基督徒 辛苦 劳作的成果的同时 然后很多人 就在保守派的里面 也是反对基督教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在反对什么 可能这部分人 对美国的历史 也并不了解 然后对基督教价值 也并不了解 他们不知道 他们现在享受的 这些东西 都跟基督徒有关 那甚至我们说了 不是基督徒有关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他们不知道 他们享受的成果 都是跟神有关 他们不知道 他们享受的成果 都是从神的价值观而来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 然后他们还要去反对神 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事情 对 对我来说 当基督徒 基督徒是我最骄傲的一个身份 身份吧 对 比我什么 在当美国人 然后呢 或是我从台湾来的 或者是我是小Blake的父亲 小Blake跟Bibi的父亲 我是我太太的老公 当基督徒是我最骄傲的一个身份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当基督徒 还要有更高的荣耀 而且这个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共识 没错 那是不是Christian Supremacy 是的 我们在的国家 是一个基督教帝国的国家 创造了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 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全世界最正直的政府 写出来全世界最公平的宪法 还有全世界最好的这些人权法案 美国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全部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 基督教的国家 用基督教立国 我们创造了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新的发明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要找到神 我们想要认识神 我们想要跟神一起同工 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 优势在这个地方 这个优势 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只要我们的文化是一个 Christian Supremacy 只要我们把耶稣放到最高 而不是把任何其他东西 放到最高 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好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的生命变得更好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的目标 变得活得更有目标 活得更有意义 我每天在做这个样的事情 我看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样 都跟我原本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Christian Supremacy I have it and I'm proud of it 我非常非常的骄傲 我觉得神真的是太好了 让我可以认识他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里 然后做这样的事工 我觉得就是一个见证吧 不然的话 你看到就是两个大左派 然后出去支持堕胎了 支持LGBTQ了 不是吗 你像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 你有看到几个像我们这样的 是不是太少了 你知道有多少牧师的小孩 他们背着自己的父母 有自己另外的账号 对吧 露着熊的干嘛的 这样的账号 他们背着自己的父母 然后到处去支持左派 还给左派什么 Black Trans Lives Matter 给他们捐钱 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两个以前也是左派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Christ才能够做的事情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基督徒才应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应该开心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你说朋友们留这样的留言 你要不要回家自己去看一下 自己的小孩在做什么 你要不要跟他们真的聊一聊 现在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不多 那你要怎么改变他们 你要把他们从左派 改成所谓的右派吗 你要怎么改 你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让他们去信主 而且是真的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他们的思想 应该才会改变 不然的话 我告诉你 看到美国完蛋了 对 美国就是完蛋了 如果大家都不信主 大家都不赶快去传福音 他们都不真正认识到 耶稣的救恩 美国就是完蛋了 世界就是完蛋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说Christian supremacy 我跟你讲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不是二分法 但这件事情 绝对是二分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存在两种 一个是Christ 另外一个就是Devil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Christ是不是正确的路 那你就在Devil的那里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集看看留言吧 时间有点长 然后我们讨论的留言 也比较多 但是呢 耶 也是看到大家有 愿意在网路上面 因为你真人不会露出来嘛 所以在网路上面 愿意这样敞开心扉的 去讲一些观点 然后哪怕是聊一些 自己过去的事情 我觉得都蛮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里祝福你 而且是要鼓励你 不管怎么样 什么刀架在你脖子上了 你都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主 而且你都永远永远 都不能够放弃掉你的信仰 因为耶稣已经救了你 你不要接受了信仰之后 又抛弃耶稣 这个是永远永远 都不要做的事情啊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赶快劝你快快地 受洗过去到主耶稣基督民下 找一个离你最近的教会 没有在实体聚会的朋友 赶快去找一个教会 你觉得还差不多的 最起码你觉得 可以学到东西的 这样一个地方 你要去实体聚会 因为这是神说的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一天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